在很多千年前 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保险这件事存在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古老的王国 叫做巴比伦王国 大家好 很多人都觉得保险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 但其实并不是 在很多千年前 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保险这件事存在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古老的王国 叫做巴比伦王国 巴比伦王国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现在的伊朗一带 伊朗中东一带 中东一带其实最多的是什么 没错了就是沙漠 现在可能石油都多 但那时候没有石油的沙漠 那时候巴比伦王国的商人 他们是用什么去穿过这些沙漠去营商的呢 他们就会用一支骆驼的商队 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商人 可能一人出一坨骆驼的那样 组成一个商队去横跨这个沙漠 去到各个地方 埃及或者更暖的一些地方去营商 那沙漠里边除了很少水之外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经常都有沙尘暴 那一旦有沙尘暴 就真的是太财数了 一支商队可能有一半的骆驼会就失 有一半的货品会损失了 但是可能这个商队是有几十个商人组成的 那损失了那些不是很不幸 没有损失那些就当然是幸运 但是个个都怕我是不幸运的那一个 所以古巴比伦人他们很聪明 他们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大家在组成这个骆驼商队之前 每一个人都拿一笔钱出来 就是存起它 存起它做什么 他们做一个救助基金 就是如果这支商队平平安安 没有穿没烂 穿过这个沙漠 那这批基金就继续存起它 但是万一他们在穿过沙漠的时候 遇到了沙尘暴的话 那些受到损失的商人就可以在基金里面 拿一部分钱出来去补偿自己的损失 那没有受到损失的那些商人 就当然相安无事了 其实这个就和我们现在的保险概念 是一模一样的 做的什么就是分散风险 无论对一个个人来说 还是对一个公司 还是对做生意来说 其实分散风险 去规避风险都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不是我们现代人特有的 其实是几千年前 巴比伦人就已经在做了 那除了古巴比伦人之外 其实中国在几千年前都有类似的概念 我们下次再分享一些有关中国古代保险的故事 拜拜